每到冬午节前夕金山财神庙慈善会总是会和金山景分局合作 将亲手包的爱心肉粽分送给在地的弱势主曲 冬午佳节将近家家户户都弥漫着过节的气氛 而金山财神庙慈善会每年都会准备自己包的肉粽 到石门金山万里与金山景分局携手 一同关心地方的弱势以及独居长辈 今天金山财神庙慈善会来到石门区的老梅 与派出所远景一同带着肉粽 要到独居长辈家中关怀送暖 希望透过粽子来传递过节的氛围 让地方的弱势都有个温暖的端午节 我们金山财神庙慈善会 在那个李李市长跟郭主委的带领下 非常关心我们北韩地区的需要的长者 特地在这个端午节的前夕 接我们金山分局各派所 针对辖区里面需要的长者 来分赠他们弱种 让他们分享节庆的喜悦 而金山财神庙慈善会与金山景分局 合作关怀弱势已经有七八个年头 每到端午节前夕总会到地方上辖区的 各个派出所与园景一同将爱心肉粽 送到独居长辈与弱势民众手中 而今天分送到老梅派出所 也是今年的最后一所希望可以在端午节前夕 尽快来将爱心众给分送完成 就是那个老人家万金石都要嘛 就是配合我们这些金山分局这些警员 还有我们所长还有我们分局长 独居老人嘛年纪比较大了 他没有办法 还有一些长者 他们也没办法绑肉粽 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爱心也传送给他们 让我们端午节 让他们有感觉端午节到了 有一个节庆 因为老年人嘛 他们都希望有节庆的时候 就是说端午节啊 过年啊 他们都是很重视的 金山财神妙词相会表示 每年都会包肉粽来与地方的弱势族群 分享过节气氛 今年更是扩大办理 目标是要包一万两千颗 全部都要赠送 回馈给地方的弱势与学校 而特别选择与金山警分局来合作 是因为身为地方最基层 与民众最贴近的远景 总是最清楚哪一户民众 才是真正需要被帮助的 因此才能将资源精确地送到 需要的人之手 记者李宜又廖品涵十门采访报道